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举路S聊球平台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李恒瑞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 今天的课题就是关于昨天曼城在主场2比3 输给TOP9的这场英超关键大战 这场比赛直接让英超的局势陷入到白日化 不仅是Liverpool有机可乘把这个 争冠的悬疑延续下去 然后也让赢家热词 保住了他们前世的希望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场比赛我们学习到的 5点收获是什么吧 没有错在昨天热词做客打曼城之前 后面已经是遭遇到了联赛三连败的这个图示 Contact球队自从2009年以来 就没有尝试过在联赛囤下这个三连败的 这一个尴尬的战绩 不过对Contact来讲的话 上一次输给了这个Lanty过后 就已经是自2009年以来第一次 敞到联赛三连败的这个指挥 这场比赛还是碰上这个 未免冠军领头羊 而且还是做客去面对到半层球 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这场比赛可能热词难逃四连败的这个图示 然后很可能这样比赛如果在输掉过后 热词的浅师梦也会随之而梦 正当全部人在讲说这个Sperzy的Mentality 要强压过Contact的WinningMentality的时候 没有想到他们这场比赛意外的3比2 客场拿下了这一个漫程 这场比赛我们学到的第一点东西是什么 就是热词的这个浅师梦仍然是非常有希望的 目前来讲的话 昨天赢下了这个漫程过后 已经替了23场比赛的热词累积了39本 升到了英超第7名的位置 反超的这个第8名的 目前来讲第二到第8名的这个狼队 距离第4名的漫年仅仅只有4分的差距 还没有两场比赛在手 如果两场比赛都拿下的话 累积的这个积分会达到45分 就会反超第4名的漫年了啦 不过严格来讲的话 真正掌握着前世主导权的应该还是第6名的 热词的同城10敌阿森纳啦 目前来讲的话阿森纳替了23场比赛跟Topman一样 不过他们的分数是比Topman多了3分 来到42分的 也意味着他们只落后第4名的漫年仅仅1分的差距 而且他们有两场比赛在手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前世的主导权我可以讲 以这个比赛的场次来讲的话 少替几场的阿森纳跟Topman 会是比较占据优势啦 漫年虽然讲暂时排在第4名的这个位置 不过他们是比热词Topman比阿森纳多替的两场比赛 所以接下来这个北伦敦德比大战 阿森纳对上Topman的比赛 会是一场很关键性的这个补战啦 如果那场比赛 谁能够拿下那场胜利的话 看起来谁就会掌握着前世的这个主导权 当然曼联这里的话 当然会是希望说阿森纳跟Topman那一场 北伦敦德比大战是出现到合局的这个局面 这样子双方的掉分球底下 曼联的这个真是希望才比较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更大的可能性 反倒是第5名的这个WebSAM 我们来讲的话 哇 替的比赛是最多的 比起第4名的曼联多替的一场比赛 比起第6第7名的 还有第8名的这个 Governham的Wanderers阿森纳通的都多替的三场比赛 比赛球底下他们只得了42分 所以看起来WebSAM要抢前世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最近的第二分掉太多了 昨天也是只能跟这个降级区在保级的LUCAS UNITED 替成1比1的这个平均 当然昨天我们学习到的不只是这个日式的前世希望 仍然有这个可能性以外 不只是前世的争夺战陷入到白热化以外 我们也看到的东西就是 英超的争冠大战也是陷入到白热化的这个境界了 昨天曼城输球过后 比LV多踢一场比赛的全球底下的话 分数是来到63分 LV少散一场全球底下25场比赛 分数来到了57分 如果赢下手中的普赛的话 LV跟曼城差距仅剩下3分 而且LV跟曼城这个赛季还要再加红多一次 如果LV可以拿下对曼城那场比赛的话 分数会来到63分 会扯平曼城的分数 所以可以严格上来讲的话 这个赛季的英超的争夺战 已经是陷入到最白热化的阶段了 前几多前我们还在想说 曼城的分数已经是开始抛开LV了 可是自从曼城跟这一个 Soulhander的汽车平局过后 LV看到了这个追上的机会 卯足全境 就是要去追赶上曼城 昨天的英超也是非常戏剧性 下半场开赛出阶段 LV是1比0落后这Norwich的 那一场比赛如果LV输掉的话 很可能就真的是悬告说 这个赛季真逛可能无望 可是LV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 逆转在主场3比1 拿下了这一个Norwich City 而且沙拉在那场比赛完成了 在英超俱乐部上面 第150颗进球的这个创举 在LV效力LV以来第150颗进球 而且那场比赛也是看到了 这个Luis Diaz打进了加盟LV过后 第一颗英超的进球 曼城来讲的话 在看着LV逆转胜的这个Norwich City 过后顶着压力出战这个热词 开赛初阶段就被这一个 Kulusevsky打进的这个进球 当时候来到上半场第33分钟的时候 Gundoguan的进球把比分扯平到1比1 曼城还在想说 哇下半场我们一定要卯足全力去踢 一定要影响这场比赛 不能让追兵 LV有看到这个赶上我们不发希望 没有想到 这个下半场初阶段 Harry Kane终于是打进的一颗进球 帮助热词2比1领先 到了下半场 普世阶段的时候 Ria Marais的点球 才让曼城低成了2比2 眼看着比赛就要握手 眼睛的情况底下的话 Harry Kane再次站得出来 3比2 热词拿下这场比赛 让这个英超的这个冠军争夺战 陷入到正式的白的话 Liverpool重新回到了这个 争光行列里面了 不过第三名的这个 Chelsea的话 虽然讲也是少赛曼城一场比赛 可是目前来讲 落后曼城13分的话 即使赢下手中的这个补赛 可能也只是跟这个曼城有十分的差距 对Chelsea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看起来就是 要抢前二 甚至说抢冠军 是没有太大的希望 可是要掉出前四以外 也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Chelsea现在是处于这种 比较尴尬的这个境界里面 要抢冠军 分数上差太远 要掉出前四 其实跟这个前四以外球队的差距 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所以目前来讲 Chelsea的这个 英超赛季 是处于非常尴尬的 这个摩尼两颗的境界里面 我们就看说 接下来几周里面 Chelsea能不能够去 缩短一下 跟前二的这个基本上的差距 还是说 他们会一个不小心 落入到前四的这个争夺战里面呢 当然讲完了英超的这一个 前四争夺战 还有英超冠军的这个争夺战以外 我们这场比赛 学习到的这个 第三点收获 就是Kulczewski 终于在这场比赛 算是打入一月加盟 这个TOMEL以来的 第一场证明的比赛 这场比赛 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帮助热士三比二拿下 慢成了啦 他首开记录 然后在下半场也是助攻 这个Herry Kane 打进自身球 帮助 这个热士 可以拿下宝贵的三分啦 对于Kulczewski来讲的话 这个东窗 势必是 TOMEL非常非常重要的情节 尤其是在他们放走的这个 Brian Hill去主界 回去这个 Valencia 回去西班牙主界 然后放走的Delhi Alley 以主界方式 加盟到Edleton以外 在前线非常淡薄的情况底下的话 Kulczewski的加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首货啦 尤其是这个Lukas Mora 即使表现他很不错 可是永远在进球跟助攻端上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限的 这个贡献球底下的话 Kulczewski的加盟是 某种程度上 一定是给了热士的这个封线 加加买了这个强心针 然后这一次 他一个进球一个助攻的表现 也算是正式向热士球迷宣告说 我来到了这个TOMEL 我正式的登陆到了云巢啦 不知道 接下来的这个比赛里面 Kulczewski的表现会不会是 越来越好 然后在这场比赛 打出证明仗过后 能够称身主义局下去呢 当然第四点的话 这场比较学到的东西就是 Harry Kane跟Song Hyo Ming 还是营巢上面最美的一道风景啊 这一个Song Hyo Ming跟Harry Kane 互相助攻对方取得进球的这个信仰 在过去的好几个赛季里面 多次上演 好了 这个赛季比较少上演 因为Harry Kane这个赛季状态非常的差 不过这场比赛 Song Hyo Ming一个进球 两个助攻 然后Harry Kane这里的话 也是收获了一颗 两颗进球的情况底下的话 好像是这两个人联手 把这个10种倒退回到的前几个赛季 我们又看到了那一个很美丽的风景 Harry Kane跟Song Hyo Ming的 这个双箭头的排档组合啊 这场比赛 其实Harry Kane 有一手参与到热刺的三颗进球啊 他在热刺打进的第一颗进球里面 很漂亮的一个中后场的直塞球 直接找到了Song Hyo Ming Song Hyo Ming冲到这个进球外围的时候 然后成功的把Edison吸引拉了出来 曼城的是Song Hyo Ming 然后一个横传跌了这个边路上面 跟上了Kulusecki Kulusecki才能用轻松的把球 踢进到这个曼城龙门里面 帮助热刺取得第一颗进球 第二颗进球是 Song Hyo Ming助攻Harry Kane 非常漂亮的这个定点 橘角直接把球轰进了这个 曼城的龙门的这个右上角 帮助热刺是2比1领先的这个曼城 当然就是Kulusecki 最后时刻的这个助攻 也是帮助了Harry Kane 投球破门 打进了他这场比赛的第二颗进球 帮助热刺三比的拿下比赛 所以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的是 英超赛场上最美的一道风景的重现 Harry Kane 跟Song Hyo Ming 再度两个最佳拍档在这场比赛 双剑合并 一届击穿了 这个曼城的后方线 帮助热刺三比二拿下曼城 这是第4点的收获 这个Song Hyo Ming跟Harry Kane 在这场比赛 找回到了这个时间表 这个失踪 把失踪扭转了回去 回到前几个赛级 我们再度看到了 他们双剑合并的这个效果 这场比赛 Kulusecki一个进球 一个助攻 这个Song Hyo Ming 两个助攻 Harry Kane的话 没开二度 两颗进球 表现帮助热刺三比二拿下 这场比赛 第5点的话 当然还是要回到我们的 这一个Harry Kane身上 这个赛季 很多人饱受质疑 对这个Harry Kane的表现 一直觉得说 Harry Kane这个赛季表现 好像妈妈的 甚至说出现到 严重下滑的 这个趋势 很多人就在讲说 Harry Kane是不是 就是因为 夏天的时候 没有办法拿到 他想要的转位 然后才Hazer T 完全就是 没有心思 在帮热刺踢球 这场比赛的话 Harry Kane打脸那些 像那些人证明说 他还是世界级的 他还是 全世界最好的前锋之一 刚刚我也是有 稍微提到了 三颗热刺的进球 三颗进球里面 Harry Kane都有参与到 这一个进球的部分 打进了两球 而且是 间接的制造了热刺 打进的第一颗进球 所以这场比赛 Harry Kane就是 十足的证明说 我是保达未老的 实际上我才 28岁29岁 可是我真的还是 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 也像是某种程度上 印证了说 为什么曼城这个夏天 要投 针对Harry Kane 投了这一个 四个包价 然后两笔正式的包价 最后一笔包价 还是高达1.5亿银磅 加任何的这个未来条款 可是 若是当时候都讲 不要Harry Kane是非卖平文 我们不可以把Harry Kane卖出去 然后在Kontey进来 直交热刺过后 Fabizio Romano 转位大神也是讲了 King跟Kontey的这个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的 非常的特别的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Harry Kane仍然是热刺 不可以获失的 不可获缺的 这一个大奖 不只是神风 而且也算是 进攻端上 可以制造进球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球员 这场比赛 Harry Kane 某种程度上 也像曼城证明说 你们没有看走眼 你们夏天 要我是对的 热刺同时间也是证明说 我们不卖他给曼城 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看说 这一个夏天到来的话 曼城会不会再度 向Harry Kane 伸出这个魔爪 再度向热刺尝试报价 收购Harry Kane嘛 总之这场比赛 Harry Kane给我们看到的东西 就是说 哇 又是当年我们认识的 那个Harry Kane 那个 非常非常强悍 进球能力非常 刁砖非常薄 而且保护能力非常好的 Harry Kane好像又回来了 就不知道说接下来这个比赛里面 Harry Kane能不能够一股作戏 掩饰 延续着这一股 这个湿气 继续取得更多的竞选 把自己的赛季 重新的摆回到这个正轨上面 还是说 他这一个非常机器不稳定 甚至说 对他来讲是非常糟糕 跟失望的赛季 会 仍然延续下去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 接下来热刺的Totman的比赛 还有Harry Kane自己本身的状态 会是如何吧 那么 讲到这的话 也是收完 讲完了今天的这个 5点收获 所有5点收获 第一点 前世争夺战 再度陷入到白热化 热刺 这场比赛 赢下过后 已经是非常接近 到第4名的位置了 两场比赛在手 赢下的话 可能会升到 营潮第4的 也就是下个再季 最后一期 我盖喜威的这个 名额上面 第二点的收获就是这个 曼城输球过后 英超联赛的冠军争夺战 也是陷入到白的话 Liverpool看到了一丝 这个赶上曼城脚步的机会 最终曼城会不会 因为压力底下崩盘 让Liverpool反超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第三点就是 我们刚刚也是有讲到的 Kluski的证明战 这场比赛 一个进球 一个助攻 正式宣告 向英超的大家 向热刺的球迷宣告说 他已经正式登陆到英超 他正式来到热刺了 用一个很不错的 一个进球 一个助攻的表现 告诉热刺球迷说 我已经正式登陆营造了 第四点的话 Harry King跟Song Hyong Ming 难能可贵 这几年来 很难能可贵看到的 双剑合并 再度 证明说了 他们仍然是 热刺攻击线上最好的 双拍档 双拍档 这一个 第五点收获就是Harry King 仍然是 当今 英超赛场上 甚至是主打场面 最精英最顶尖的前锋之力 即使这个赛季非常的不顺遂 开局到 英超开季到现在的话 他的进球素人呢 是非常的低 以他过往的这个水族来讲话 是严重的下滑 不过这场比赛 他仍然是证明说 他是 宝刀未老的 然后曼城这个夏天 会不会 针对Harry King 发出全新 也比新的报价呢 热刺 这里请进行contact过后 他有没有办法 极力的劝留Harry King 继续留下来 参与热刺的重建计划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就是今天的 这一个 五点收获好了 还没按照分享订阅 朋友帮我按赞 分享订阅一下 打开那个小铃铛之后 我们上传新影片 才会知道啦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底下跟我们进行互动 留言说 你们对这场比赛 有这个看法是如何啦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啦 各位 先这样啦 拜拜